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我一直认为世界欠北京市民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最后呢 我们说说当年那些在洪流中上下沉浮的小人物们 这个系列呢 我们已经搞了两年 一开始呢 有一位陈世杰先生写的一篇东西呢 开始 到后来我们逐步的补充 今年呢 我又往里边填充了一些所谓的小人物们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纪念六四 当然有朋友讲有必要年年纪念嘛 说到纪念是对死者的告慰 也是我们情感的发泄 是为了不忘记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们都知道它 都记住它 所以呢 我认为每年的纪念 当然这是有意义的 一直有朋友提议把这一天啊 作为叫国商日或者叫国耻日 对这个呢 我不是特别赞同啊 我不希望这一天呢 在将来被搞成哭哭啼啼 七七惨惨的一天 我认为这个太负面 太悲观了 我认为将来啊 已经34年了嘛 我们在精神上应该已经超越它了 我认为呢 我认为呢 我们应该更积极乐观一点 我认为这一天 将来应该被称作是自由日 现在看当时人们的某些主张 因为有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啊 随着岁月呢 有些当时的诉求已经经不起推敲了 有的呢 已经过时 有的呢 今天看甚至是错误的 但这一天的血腥和恐怖 我认为应该让后人们知道 不自由它意味着什么 自由是多么的宝贵 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惨痛的代价 尽管呢 有人一直想让人们忘掉这一天 但这一天 它早就被历史鸣刻了 说到这一天 可能被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因为我们中国人这几千年来 从未真正的获得过自由 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难得 太宝贵了 今天呢 说到纪念 那首先就是对当时事件的回顾 有人呢 用六四屠杀来代表和描述整个的八九民运 我认为这是不够准确的 说到六四那天是发生大屠杀的日子 它是一个单独的事件 它是整个八九民运的一部分 一般命名一个运动都是从它的起始时间开始 或者是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或者是从最高潮的时间来命名 说到这次的八九民运呢 标志性的起始时间应该是4月17号 当时政法大学的学生第一次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 它的高潮的时间 这起来应该是4月27号 426社论出台之后激发了学生们举行了规模浩大的427大游行 当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严格讲第一次去广场 我就是在这一天 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呢 后来开始绝食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最后加上六四 它构成了整个的八九民运 那今天我们纪念六四 前面的这各个阶段我们就不回顾了 我们只聚焦在最后的这一天 看看在34年前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当然呢 里边的有些内容呢 我们以前讲过 说到我做YouTube大概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吧 每年都讲 有些内容呢 可能都有所重复 但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因为在墙内 有很多的朋友在传播转载我们这个节目 我认为呢 有些故事要反复的讲 有些历史的真实要反复的提醒 我认为这还是有意义 有必要每年都把它回顾一遍 说来呢 有一位吴仁华老师 他是原来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师 他作为六四事件的亲历者 1990年的2月 这位吴老师逃到了珠海 他游泳到了澳门 最后在黄雀行动救援人员的安排下 坐渔船偷渡到了香港 后来他一路辗转流亡到了美国 现在呢 应该说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奔走 这位吴老师表示 作为一个六四事件的亲历者 作为一个中国的文献学者 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要写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后来他就专注于搜集六四天安门事件等等的资料 搜寻和追查事件中那些被捕的人士 死难者和那些失害者的名单 这里边包括啊 寻找死难者 伤残者 搜寻死难者的家人 以及那些抢救过这些受害者的医生和护士等等的吧 他做了海量的工作 他甚至找到了两千多名官兵的名单 这位吴老师呢 我至少看过他两本书 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专注 是一个我认为他是最著名的六四问题专家 他其中就专门讲到了这最后的一天 讲到了这场屠杀 吴老师认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真相就是屠杀的真相 他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共竟然动用军队来屠杀自己的平民百姓 吴老师以现场的目击者和一个文献学者的双重身份 经过多年的调查 他查明了戒严部队的情况 首先是戒严部队的番号 对于涉及到六四血腥镇压的戒严部队的情况 中国官方在事后就是做那些评报宣传的资料中也对这些番号严格保密 本来是一些公开的资料也完全没有 完全封锁了这些部队的代号 但吴老师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 他一一破解了戒严部队的番号和代号 确定了戒严部队的驻地他们进京的部队的人数 当时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 这里边包括北京军区的24集团军 有27 28 38 63和65集团军 沈阳军区的三个集团军 也就是39 40和64 济南军区的有20 26 54和67集团军 南京军区的有第12集团军 总共加起来14个集团军 另外还包括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 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空降兵军 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另外还包括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 天津警备师的坦克第1师 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 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 14个集团军 当然他们进京的兵力并不是他们这个军的全部 有的军出一个师 有的军出两个团等等的吧 整个进京官兵的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这是他们的番号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38军和空降兵第15军 6月3号晚上到6月4号凌晨 执行天安门清场任务的部队是很多的 由于担心部队会出什么问题 邓小平他们对此做了精心的布置 部队之间彼此都岔开 互不同数 戒严部队公开的任务 当然就是镇压广场的学生 镇压学生运动 占领天安门广场 但同时他彼此也都有所防备 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和部队的兵变 开枪的部队一直就是从西长安街 从五颗松木西地打进来的陆军第38军 另外还有从南奔天安门广场 从朱氏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军的空降兵第15军 当然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 但是杀人最多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支部队 当时的人们太善良了 当看到刚刚有人倒在血泊当中 还有人在喊说那只是橡皮子弹 觉得这些人倒在地上的 还会站起来还会醒过来 人们当时根本无法相信军队会向自己的人民来开枪扫射 说到38军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军长徐勤先拒绝开枪 但他马上就被拿掉了指挥权 后来这支中共的王牌军对北京百姓是大开杀戒痛下杀手 看来徐军长并没有感化自己的这支虎狼之士 吴老师特别记录了一些军队的一些具体人 想看具体的细节 他那两本书里都有很详细的描写 摘录一点 比如说戒严部队中的坦克第一师 他们故意在自行车道 或者在那个人行道 自行车道上高速行驶来追杀碾压学生 造成11人死亡 多人受伤 这个团的指挥官是团长罗刚和副团长贾振禄 压人的坦克编号是106号 这个横冲直撞的106号坦克当时压死了这么多学生 那可是很多人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 当时很多人哭喊着对天发誓 一定要记住这个编号 后来吴老师查到了驾驶这辆坦克的当时的凶手 那就是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第一团 第一连第一排106号坦克的二炮手 他的名字叫吴燕辉 当时几经周折终于查到和确定了这个凶手的时候 这位吴老师可以想象 他当时的心情激动和悲愤交织 痛苦失声 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叫颜洪记 他是38军坦克第一师的师参谋长 他坚决的执行命令 在事件当中带领着他的坦克部队 作为先头部队最先抵达了天安门广场 包括制造了六铺口惨案的那三辆坦克 这都是他的所作所为 他的行动被军方宣传为所谓的英雄事迹 他自己本人在北京广播学院门口就杀死了一个试图阻拦的学生 像这样的记录有很多 希望大家查一查吴老师的书 那里边有很多这方面具体的记载 说到当时除了徐秦先将军之外 也有不少军人因为不愿意执行 所谓什么中央军委 中共的命令拒绝向人民开枪 而遭受到了迫害和处罚 这里边有28军的军长何燕然 何政委张明春 因为抗命被调职降级 第38军步兵116师的师长许峰 因为抗命被解除了军职 另外有多名下级军人 在当时被官方宣称失踪 这些人后来被找到 其实他们就是离开了现场 不干了 当时走了 后来这些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人们有一个一直关注的问题 那就是在这场的屠杀中 是不是使用了国际禁用的达姆弹 达姆弹也就是简称的炸子 这边进去 出来是一个大洞 那是非常恐怖的 1899年国际的海牙公约就明文规定 禁用这种子弹 但六四事件发生之后 人们看到了很多死难者的那个伤口 大家都认为中国军人是动用了这种 国际禁用的达姆弹来射杀民众 吴老师当然也一直在追查这个问题 他讲他搜集到的资料 还不能证实戒严部队使用过达姆弹 不过他讲很多士兵因为天天去的时候就关在军营里 天天看人民日报 天天做那种洗脑的宣传 当时被欺骗灌输 说有很多的战友被杀 那这些人特别仇视北京民众 当时很多人把子弹在那个墙上和水泥地上 进行猛烈的这种摩擦 用力的搓磨 他干这个 这样的会使弹头变形 造成最后类似这样的伤口 这是一种说法 后来有很多这样的历史照片都展示 当时有抢救嘛 最后把那个身体衣服一打开一看 那是非常惨烈的 有很多伤口一呼寻常的大 看来是遭到了这种打牡丹的射击 造成的这种惨烈的创伤 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时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供职的军医 那位著名的蒋燕勇先生 他也支持戒严部队在军人 有军人在天安门清场的时候动用了打牡丹这个说法 应该说他是不是作为医生 他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一些死难者 当然大家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在六四事件死难者的人数 34年前的那个夜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吴老师的调查呢 戒严部队开枪 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钟 10点钟左右啊 有说的呢 稍微有一点小的差别了 第一个死亡者叫宋晓明 他是中国航天部第三研究院的一个技术工人 他是在五科松附近重担的 根据美国英国这几年解密的外交文件 他们的判断呢 六四的死亡人数总计可能会超过一万人 但吴老师表示 他曾经对北京近200家医院和100多个戒严部队开枪的地点进行了资料的搜集 也统计了各家医院容纳的死亡者的遗体数量 他查了很多的数据 他认为事发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所公布的那个2600多人 是比较可信的一个数字 吴老师这儿有一个2600多人 我在另外一个渠道看见过3400多人的数据 这个呢 应该是比较贴近的 说到六四事件的事实 其实他一直静静的就摆在那儿 很多人一直在追这件事 一直在为当年的那场血案默默的工作着 当然在里边啊 比较标志性的人物 就是这位吴仁华老师 每年我都会对他做出的这种突出的贡献 和这种艰辛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相信呢 直到有一天 这里边的这些人物都会一个个的站起来 走到人们面前 向人们讲述当年的那场屠杀 讲述中共的罪恶 下面呢 我们说说我一直认为全世界欠北京市民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我第二次发出这样的呼吁了啊 说到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 刘霞告诉他的时候 小波当时讲说这个奖应该是给所有六四亡龄的 每次回顾当年六四的时候 人们其实一直忽视了一个群体 那就是北京的市民 如果没有当时北京市民强力的支持 大力的支持和参与 北京市民其实是这场民主运动的主体之一 光是那些学生他是闹不了后来这么大的 应该说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 整个舞台上的所有的这些参与者 主要应该是北京市民 如果像就像小波说的 如果再次有一个机会 你比如说他们征求小波的意见 我认为那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发给北京市民 而不是发给小波本人 因为他本人也认为这个奖应该是给这些人的 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咱们讲从4月17号到6月4号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边 到后期北京的公共交通都已经中断了 没有公共汽车了 我认识的派出所 大门天天紧锁 警察天天就在里边打台球打麻将 外边怎么着他们根本不管 但是后来的统计 北京的犯罪率几乎是零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干着一件神圣的事 二十多万部队包围了北京 结果都被堵在了各个交通干线 公路铁路加起来有上百个路口 最近有朋友传给了我当时几个主要的点 这也是吴仁华老师 我后来查了一下 其实这是吴老师当时他们的一些统计 说到北边 在马店 实际上在马店再往北 那时候就一直都给堵在那了 说到在西边 在青龙桥 就从昌平那边也给堵上了 另外在和平里那边 在东北方向也给堵上了 说到在西边 从八宝山到五颗松 到万烧路口 公主坟 到复兴门 各个卡子都在那卡子都给堵上了 另外在石井山也给堵上了 后来有长新店 在和卢沟桥 那也有很多人封堵了很多的军车 丰台路口 很多人在那堵 另外在六里桥 那块也是一个重点 说到在南 这算东边了 在朝阳门 胡家楼 大北摇这一带 那是很多的市民天天在那堵着 双井地区 包括在南边 有永丁门外 南原机场附近 都有大批的民众在封堵军车 包括他很多的火车 我不知道我在说这些事的时候 弄不好很多的朋友 就是当时某一个路口的一个参与者 大家想想当时有多少市民在参与 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 可以说是齐心合力保护支持的那些学生们 封堵着各路大军 人们当时不但要给那帮学生们送补给 还要给那帮堵在卡车里火车里的军人们 送水送饭 我讲过这个故事 当时就我们家楼下 有一个自小一块长大的一哥们 练摊卖西瓜 他天天就在我们家门口那大马路上 他在那堵着 他天天给军人们训话 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老百姓养你们 老百姓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你们怎么可以拿枪来对着老百姓呢 天天给解放军讲人生大道理 结果他在这讲声挺大 大伙每次都跟着鼓掌欢呼 军人们也都跟着拍手 后来这哥们和一团长 俩人还成了朋友 他不是练西瓜呢 天天还给这帮军人送免费的西瓜 我当时住北京北郊 当时公路铁路到处堵的都是解放军 有很多当地的那些大姐 给这帮军人送饭 说到这帮人在那个闷罐子车里 在汽车里 当时挺热的了 说这帮人也不容易 希望这帮人对北京人好一点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感动这帮王八蛋 说到历来的大型的这种民主运动 一般都会伴随着打砸抢烧 伴随着趁火打劫等等各种各样的违法事件 但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 北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时的人们觉悟好像都提高了 整个的文明水平一下上了一个大的档次 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们和自己在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在那一个多月 我在北京长大 是我长这么大 我看到的最文明最可爱最奇心的北京人 直到屠杀开始的时候 人们还用血肉支驱堵着那些往前冲的军队 当38军从武科松木西地南里士路一路无差别向人们这种扫射的时候 人们当时根本就想不到共产党竟会干出这样的事了 说到北京闹过五四 当时的北洋政府没开过枪 北京后来闹过四五 所谓当时的四人帮 也只是动用工人民兵 所谓的棒子队来驱逐这些示威的人们 北京城存在有史以来大数三千年了 连日本鬼子都没有这样无差别的扫射过老百姓 拿机关枪突突这些平民老百姓 可那时候的共产党 连毛泽东活着都干不出来的事 邓小平他就干出来 说到北京人 确实有很多的缺点和毛病 很多人爱吹牛 炫耀什么毛病都有了 眼睛手机等等 但如果大家谁经历过那一个多月的话 你就会知道北京人其实是最了不起的 说到后来2019香港人那么棒 其实北京人一点都不输给后来的香港人 和过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运动相比 巴黎等等 这什么芝加哥等等 那些伟大的运动相比 北京市民的表现一点都不差 所以说到八九民运 舞台上的主角是学生们 经常张罗这事的吧 一般当时都是那几个学生领袖 但是大家别忘了 只要纪念这场八九民运 大家一定要知道支撑这个舞台的 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民 与其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 这是片面的 这是不准确的 这里边学生确实是舞台上的主角 但后边有无数的群众演员 他的名字就叫北京市民 以前每次说到六四啊 当然后来呢 有几个所谓的学生领袖 都让他们给劫持了 都成了他们的节日 但很少有人提到当时了不起的北京市民 以后不能再错过了 我为自己当时是一个北京人而感到自豪 我认为北京人当时绝对配得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世界欠北京人一个奖 大家等着看啊 总有这一天当这件事翻过来的时候 北京的市民一定会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 你别看现在啊 严厉的管控 人们不说话 但人们都在心里记着 所以说这件事啊 咱们等着看 最后呢 我们说说当年在这场六四的洪流中 沉浮的那些小人物们 说到这个系列 我已经说了两年了啊 我一直在补充他 当然那里边的有些人物啊 因为他一直在重复嘛 说到前面的那些人物 以前都说过 我还在后续还在补充 在这儿呢 要向陈世杰先生等等这样的好朋友表示感谢 希望大家一同努力继续来续写这个系列 希望到明年呢 我们再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补充更多的这样当时的小人物 说到在这场浪潮中的所谓的小人物 其实有的人是非常有名了 但是和这场民主运动相比 只能就算是小角色小人物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到这些人的身上 因为历史是由人书写的嘛 只有通过这些人 通过当时的他们这些瞬间 给大家来丰富补充一些当时的历史细节 咱们开始啊 先说第一位 张仙灵 张仙灵是天安门母亲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丁老师 张老师 他们这几个人是主要的 他的儿子六四的时候被戒严部队枪杀 当时一个坑里埋了三个人 说来令人叹息 这位张大姐的妹夫叫丁关根 丁关根在孩子刚被杀的时候还流泪 表示很伤心 但很快就和张仙灵切割 以后两家人几乎就断了联系 说到这位张大姐的丈夫是中国著名的琵琶艺术家 叫王范蒂 她的表哥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于英时 在这儿呢 要特别跟这些天安门母亲们 像丁大姐 张大姐这些人 祝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们一定能看到翻过来的那一天 第二呢 这个以前跟大家讲过啊 说说陈佩斯 这是很多人都有回忆 都有目睹了 陈佩斯呢 和他的父亲陈强都是支持学生的 陈佩斯呢 还因为参加阻拦军车 被戒严部队的军人抓捕 遭到了毒打 幸亏呢 他父亲四处的奔走 脱关系 最后才得以释放 没有把他当暴徒来处理 说到陈老爷子呢 当时登的三轮车 经常到广场上给学生们送水送饭 这位老爷子呢 他们就住在政法大学合对面 有时候我在他家附近 我碰上过他 跟老爷子打招呼 您好啊 这老爷子人特别谦和 当然在这儿呢 借这个机会再次向佩斯道歉 因为前一阵呢 一个假新闻误导了我 以为他要上春晚 结果呢 我说了一些话吧 平白的辱人明解 所以说将来有机会 当面我要向陈佩斯表示道歉 说到第三个人物叫尹靖 他是在6月3号晚上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被窗外飞进来的子弹射杀 他的岳父叫关山父 关山父曾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当时共军的残暴 六亲不认 只要旁边的楼上谁家开灯 那子弹就进去了 说到第四位呢 当然就是刘晓波 刘晓波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说他没有看到天安门广场死人 小波当时的这段话后来被很多人引为了正言 用来驳斥大屠杀的存在 他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和反感 不过从后来的影片看呢 当天他们是从纪念碑撤退的 后来有很多的回忆嘛 还说呢 有一个人捡到了一把枪 小波看到以后大惊失色 立刻在那个白玉栏杆上把那枪砸碎 以示呢 我们是非暴力的 等等有很多的回忆了 一种的当时纪念碑那一天的纪念碑 是整个这场风暴的封眼 而且周围的记者又多 所以说屠杀避开了纪念碑 允许军队 军队呢 允许学生和记者 从纪念碑撤离 所以这些人可能当时确实没有亲历 或者是看到屠杀的景象 有亲历者后来回忆 但他们听到看到周围的那种黑暗当中 到处都是枪声 所以说小波在当时的这个表述上 是有些问题的 应该把时间地点人物给锁死 你应该把这个说清楚 我说的只是我身边 我目光所到 没有看到这个被屠杀 被射杀 被死人 我可不代表广场上别的地方 那个我没看到 我看不到的地方 那我可不能负责 小波当时是应该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的 后来刘小波对这段话也特别的后悔 他也很自责 我听到很多跟他熟悉的朋友后来也讲过 认为这件事被断章取义的利用 他本人为这件事也很痛苦 据说一些天安门母亲对他是不能原谅的 王丹之前也讲过这件事 中共后来一直死咬 叫天安门大屠杀 这里边其实是中共的一个非常阴险的话术 因为当时世界在报道的时候 都是这么说 都好像以天安门为主要的屠杀地点 那结果现在一个世界公认的一个人物 一个当事者讲了 当晚在天安门没有屠杀 等于把世界当时这个报道全给驳斥了 所以说这个语言的不准确 一下还让中共给逮到里了 你说我们天安门大屠杀有吗 当时你看亲历者都亲自上电视都都都都都给我说明了 所以用这个来驳斥啊 所以说当时这个表述 各方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王丹认为呢 其实应该用北京大屠杀 或者用长安街大屠杀来描述是更加准确的 在这一点呢 我认同他的说法 用长安街也不准 你从西长安街这边呢 当然死人最多的是这一片 但是从前门诸事口那边杀过来的 那个空降兵第十五军 那边也死了 人也死多了 所以说你光说长安街呢 那那部分呢 好像也没有包括啊 所以说这个呢 应该是找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描述 第五个人物呢 那就是广场上有三个死难者 目前已经知道 有三个人被射杀在了天安门广场范围之内 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双学位 名字叫成仁兴 他当时重担在了国旗杆 好多人天天还夜景更深 跑那排队看国旗去呢 大家应该知道 就在那个国旗杆下面 有一个人被共军就这么射杀了 另外还有北京农业大学 有一个林系的硕士生叫戴金平 他是被射杀在了毛主席纪念堂附近 另外还有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笔 本科生叫李浩诚 他重担在了广场的东南角 应该在历史博物馆那一带 台湾的中国时报的记者许宗茂 在天安门广场也是重枪受伤 所以说你说广场上没杀人 没怎么样 这是不准确的 第六个人物呢 叫李璐 五月下旬 其实刘晓波 当时那四君子吧 其实就大力主张学生们撤出广场 而且当时呢 柴玲也答应撤出广场了 但执意留在广场上的就是激进派李璐 亲历着很多人的回忆 李璐就是当时广场议会的会长 已经取代柴玲成为了广场上的最强硬派 说来令人叹息这位李璐啊 他是唐山人 我祖籍也是唐山 说到当时那个最革命最强硬的人 后来他跑了 他秘密逃往了法国 最后抵达了美国 后来呢 投入到了美国的金融界 还成了一号人物 据说呢 还是什么巴菲特的徒弟 巴菲特的接班人什么的 有一度呢 把他称为是中国的巴菲特 2010年 当时通缉令还没有撤销的情况下 他竟然随着巴菲特 访问了中国 当然对于这个人 我只有一句话 如果前面那些亲历者的回忆 都是准确真实的话 那现在就要问问 这位中国的巴菲特 您现在晚上睡得着觉吗 当你在那忙着数钱的时候 你耳边听得到那些死难者的哭喊声吗 说到第七位 那叫他的名字叫吕鹏 这是目前知道的最小的 六四的死难者 他当年只有九岁 被榴弹射上 说到第八 我们说说台湾 为了声援这个八九民运 当时台湾有四家唱片公司的 一百多位歌手 联合录制了一首歌曲 名字叫历史的窗口 作词的当时有同安阁这些人 作曲的都是联合 有李宗盛小虫张红亮 等人制作人 牵头的以李宗盛为主 演唱者包括这里边有小虎队 吴斯凯文章 李宗盛江玉衡 张宇生张信哲 等一大批知名的歌手 而当时整个这件事的发起人和召集人 是当时任立法委员的赵绍康 当时他是新党的 那时候的新党是全党团结起来反共 来支持学生的 您再看看今天这个台湾的新党 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了中共在台湾的第五纵队 已经变成了中共在台湾的外围组织 你说你们现在这些人有何面目见你们当年的同事 下一个我们说说香港 重点说说梅艳芳 梅艳芳无疑是整个八九六四香港演艺界明星里边 支持北京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五月底屠杀前的五月底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边 他号召举办了聚集当时港台大量一线明星的 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 来给大家筹款 来议唱 为广场的学生们大家在支持 在募款 当时在香港参加演出的歌手 除了梅艳芳之外 还包括成龙 还有邓丽君 有沈殿霞 有周华健 卢冠亭 钟振涛 张学友 笔样 有周惠敏 王杰 黄耀明 陈百强 等一百多名艺人 曾志伟当时就参与主持的这场长达12个小时的活动 他一直是主持人 主办方当时在这12个小时里边就募款超过了一千万港元 在这场异唱当中 成龙 有独唱还跟着合唱 在台上公开支持八九学运 他当时公开表示 凡是中国人 都不会向专制强权低头 现在这都有录像的 这些音像资料还都在 结果到现在 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护旗手 一条看家护院的狗 说到曾志伟当时那可是最卖力的主持人 但现在作为会长的这位曾哥已经变成了中共各种政治县礼节目的主要的嘉宾了 说到谭永林 当时就站在舞台上 这也有音像资料 激情表示 我的心和大家一道来支持学运 因为我们都是热血的中国人 并且呢 他在一个视频里边 他还录了很多短片 他说了一句叫拨你彭牙 这里边 我不懂香港话啊 说的就是李鹏 直指当时的李鹏 但现在三十多年过后 谭永林 梁家辉在内 当时都是台上的主要的活跃的分子 结果都加入到了支持香港警察撑警的行列 大学生的行列 到现在说到这位谭永林 嗓子都倒了 那歌都唱不明白了 现在也舔着那个脸啊 也不要个脸 频繁的在大陆捞金 说到当时的另一个香港著名人物 刘德华 八九六四期间呢 刘德华就站那台上 表示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精神 他还有发挥 讲呢 当时那天是五二七嘛 就是民主歌声献中华 不应该只是今天 号召民众的一定要支持到明天 甚至以后的日子 这是他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讲的 这位四大天王的领军人物 当时讲 我就起带头作用 希望呢 以后的日子里 大家一起为民主自由来争取 说到这位刘天王呢 2014年那次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呢 还同情过学生 反对那些暴力的言论 还说过这些 这个反对警察暴力的这样的话的 但后来呢 一直忙于在大陆挣钱的他 就再也没有提及什么民主自由这样的词了 当时在那场一眼当中 为广场的学生们呐喊发声的 还包括周润发 许志安 李克勤 齐勤 邝美云 赵雅之 林毅连 张明敏 叶倩文 林子祥等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 当时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些人 有的人后来进了中国政协 有的人再也不愿意触碰谈起六四 当然有的人呢还继续为六四在发声 今天呢我们不做这种道德的评判 毕竟呢在三十四年前 大家都曾经踊跃的参与过 都一道走过那一回 说回到梅艳芳 有一位著名的黄雀行动的组织者 后来评价说 说梅艳芳一搏云天 为黄雀行动是出钱出力做了巨大的贡献 这场黄雀行动让柴玲沃尔开西者等数百人吧 逃出了升天 多少年后梅艳芳呢还有了一个好徒弟 那就是何韵诗 一直谨记当年师父的教诲 可以说是心火相传 到今天还在为香港的民主在奋斗 说到梅艳芳 那才是真正的女众豪杰 说到香港逝去的那些芳华 现在看我只怀念梅艳芳 香港到今年已经三年没有举行六四集会了 一开始以什么疫情为借口 到现在都没有了 到了这一天维多利亚公园都被别人给拿跑了 都让人给占了 而且呢这些你比如说我想悼念点个蜡 或者是点个灯火的都被设为禁地了 跟天安门一样你要在这里边提六四就抓你 昨天有朋友给我发来视频有朋友手持鲜花 我在街上走我在附近走你管得着吗 被警方强行就把花给收了 香港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又一个新疆 在这呢当然要感谢所有香港的朋友们 这么多年你们已经做的够多的了 这么多年大家都辛苦了 你们了不起 第十个人物呢那就说到了王丹 当时呢有一个历史的细节 说赵紫阳去看望绝食的学生 并且在广场上拿着小喇叭 说那段话的时候有亲历者回忆 王丹当时在睡觉 而且怎么叫也叫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绝食 特别累啊当时他 应该是也很虚弱的 总之呢他是错过了这个 历史的时刻 说到这个人呢 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些人对王丹提出了性骚扰的指控 在这呢我希望他能够说清楚这件事 毕竟你不是普通人 你是公众人物 而且你和你一直 这个 争取的这场运动啊和这个整个六四你是捆绑在一起的 你也不愿意在上面看到任何的污点 难道不是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希望你把这件事说清楚 你是有这个责任的啊 第11个人物叫胡继伟 到最后的危急时刻全国人大常委胡继伟 联署了57个人大常委的签名 集体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废除 李鹏的这个违宪的戒严令 彭冲等很多的副委员长也都支持召开人大常委会 但是委员长万里 从加拿大回来被困在了上海 结果邓小平在人大召开紧急常委会之前 他就已经开始开枪杀人了 但是啊作为这位胡老爷子当时的这个所作所为 后人是应该记住的 第12个人物 乌尔开西 六四的学生领袖中大部分人都出国了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留在了国内 除了目前在香港的那个韩东方说起来面目有一些可疑之外 其他的人目前好像都没有公开的去投奔中共 至于有一位姓熊的那个再说了 有一些争议了 乌尔开西的父亲是兰州军区的空军军官 乌尔开西被通缉之后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他是乘坐他父亲 所架的兰州的军机 到了珠海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 最后呢被黄雀行动几经周折 营救了下来 经法国到了美国 因为他后来长时间和父母分离 期间呢他父亲是两次病危 母亲呢也中风了 乌尔开西呢归国心切 最后这哥们急了 他竟然下决心采用用投案自首的方式 希望能回国和父母见上一面 结果在2009年的6月3号64之前的这天 乌尔开西呢试图入境澳门 表明我自首 希望呢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 啊能不能跟你们上边汇报一下 我就想回家看一下我爹我妈 最后澳门的 澳门澳门治安警察局拒绝乌尔开西入境 转年2010年的6月4号 乌尔开西又想进入中国驻东京的大使馆 去自首 结果遭到了日本警察的逮捕 然后马上就把他给放了 2012年他又跑到了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 第三度要求自首 但仍不得其门而入 最后他又跑到香港去投案自首 好希望啊以这种方式无论如何也要见父母一遍 但是最终被港方拒绝把他给遣送回了台湾 沃尔开西的心情我是能理解了 从当年到现在我一直敬他是一条好汉 将来有机会见面那一定是好朋友 我在这忠心欢迎他有时间 到新西兰来看看 第13个人物那就是四年前过世的那位澳洲前总理 叫霍克 现在有一张照片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被处理成一种黑白的一张照片 这位老先生呢 涕泪横流 鼻涕眼泪就在这鼻子尖往下滴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 六四屠杀发生之后 霍克在宣读 澳洲政府声明的时候 当时就动了感情 涕泪俱下 几度哽咽 就没有办法把那给念下来 说到这位 霍克 那原来对中国是很好的 他在职业生涯中超过100次访问中国 但对中共的这种屠杀竟然干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表现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经过了他的这个声明 声泪俱下的这个说明 4万多澳洲中国留学生 拿到了六四绿卡 我不知道这些人今天还记得不记得 当时是为什么给你们这些绿卡的 第十四点呢 那就是现在的资料上看 六四的这张军令上 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名 只有军委主席邓小平 和当时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杨尚昆的签名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 徐勤先军长拒绝执行命令的原因 你这个军令不合法应该是三个人都有签字的 这一纸军令呢 应该这是文物 他永远把邓阳二人盯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上 也洗清了赵紫阳的清白 下一个人物 梁振英 1989年6月5号 屠杀发生之后 梁振英在香港的几家报纸上登载 抗议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梁振英当时 然而呢 做上特首之后 梁振英却表示 说到杀人的邓小平 比刘晓波更适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说这个政治投机者这个小人的嘴脸是令人作呕的 说到当年啊 在香港 李嘉诚 何鸿燊 郑玉彤 霍英东 曾英权 唐英年这些人台面上的这些人 都公开的支持过学生 第16个人物叫吴小雍 六四的清晨也就是屠杀刚刚发生之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竟然播放了一段谴责六四屠杀的广播 这个广播的撰稿人 就是吴小雍 吴小雍当时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的副主任 他早晨上班的时候 途中就看到了屠杀的惨状 当时就把早晨新闻的节目那个稿件 他临时他就给改了 因此后来他也被捕入狱 说到这位吴小雍呢还是当时分管外交的政治局委员吴学谦的儿子 吴学谦原来的老外长 因为这件事吴学谦也被踢出了政治局 直接发到政协当副主席去了 前些年有媒体是采访吴小雍 他表示呢 我可能不支持当时学生们的一些诉求 但是我更反对军队去射杀民众 他对当年的行为表示不后悔 第17个那就是1989年的6月4号晚上的新闻联播 晚上7点 杜宪和薛飞 穿着黑衣 主播央视的新闻联播的节目 当时两个人语速缓慢 沉重的播报了六四事件中 中共戒严部队 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这个新闻 杜宪呢最后说了一句话 请大家记住这个黑色的日子 作为了这条新闻的结语 那一晚 说到杜宪和薛飞 让很多人都 终身难忘 第18 学者 著名的翻译家 杨宪毅先生 在6月4号 也就是屠杀的 当天 接受BBC采访的时候 大骂共产党是法西斯 这是杨老师 包括那另一位老先生 也就是 季宪林先生 当时在绝食期间 当时已经78岁的 季老师 两度到天安门去看望绝食的学生 那岁数大去不了啊 学生给蹬着自行车 他挑着一个大白符 上面写着一级教授季宪宪林 现在很多人还存着这张照片啊 学生蹬着三楼车给他送去 结果就在屠杀的转天 季先生 只身坐出租车 到海淀公安局 投案自首 在那自报家门 我是北大教授季宪宪林 我两次去过天安门 广场上那些学生 就是受我指使的 你把我和他们关到一起去吧 反正我也气势多了 我也不想活了 当时公安局那是惹不起 他最后赶快打电话到北大 北大那派人把老头给愣给弄 给接回去了 第19个人物是冰心 冰心曾经写下 学生爱国 我爱学生八个大字 然后这八个大字就登到了香港的媒体上 另一个小人物叫孔庆东 他参与了八九的学运 当时还被选为北大研究生自治会的主席 网上有一张著名的照片 当时呢 王丹在演讲 那位孔庆东就在旁边认真的倾听 侧着脸还是能认出他来的 很快呢 他就淡出了学运的核心圈 但六四以后孔庆东还是遭到了清算 被剥夺了读博士的资格 发配到了北京郊区一个中学里去教书 几年之后呢 我估计这一心向党啊 重新考博士 又回了北大 孔庆东在2014年的时候 在微博上谈到了六四 还还是痛斥了共产党的屠杀 还说了一些挺猛的话 结果微博给他给封了 当然在后来几年他接受了一次多维的采访 这时候就变了 把屠杀的黑锅 全都推给了柴玲 认为柴玲应该为整个的屠杀 负全部的责任 下边的小人物呢是一窝 是一个群体 这就是金灿荣 司马南和胡叼盘 金灿荣 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研究所工作 89年的时候他27岁 当时也积极参加了六四民运 据说呢他还是个骨干分子 六四之后 金灿荣经历了三年的政治审查和出国的禁令 但后来呢可能认罪态度比较好啊 思想转变了 共产党原谅了他进北大读的博士学位 事后呢对共产党当然是心存感激 后来就变成这德行 司马南 他的原名叫 余利 有一种说法他叫丁利 实际上呢他本名叫余利 当时他是北京商报的记者 那段时间天天去天安门 从一开始看热闹到最后积极的参与 在戒严的前一天他还写了一篇文章 叫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据说这家伙呢还弄什么油印机 还印过报纸印过那些传单 当然后来呢他遭到了清算被革职 在一个地下室里边停职反省交代问题 整整三年 后来报社呢保他 让他给混过了关 经过了这件事这小子被吓破了胆 从此就转了线了 现在为毛左在摇旗呐喊 说到胡锡进 后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也讲过 说当时呢自己是一学生 积极的参加了广场的学运 但随着现场情况的演变 他在军队待过而且他也熟悉中共内部的一些情况 结果在广场的武力镇压之前 这家伙悄悄的就 离开了现场 叼盘事后没有和那些同时代的学生一样被清算或者是审查 而且顺利的从北京外国语大学 还拿了个硕士文凭 后来就进入到了人民日报的国际部 当然在最后啊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 他去了贝尔格莱德好像啊这官媒仕途自此 飞黄腾达 所以说在这一窝东西里边 在这帮投机分子里边 这叼盘确实是一个查年观色的高手 说到下一个人物呢 我们以前讲过啊 以前呢我们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啊 有一块六四纪念碑 它是一块石头 纪念碑上有一段话 是一句诗叫 你们也 已无言 而石头 有了呼声 这块纪念碑是1989年的9月 由顾成先生和杨炼先生 两个人共同制作的 说来的令人叹息 迫于中共的压力啊 澳大呢 那么大的 澳克兰大学竟然容不下这么一块 石头 后来这块碑从澳大呢被迫搬离 当时搬到了一个圣安主 就是 圣安主 教堂有一个主教呢就 接受了这个纪念碑 公开这个主教对人讲上帝是不怕中共的 当然纪念碑的碑文后来被人破坏过 但转年被人给修复 说到这一条呢 杨炼先生前一阵呢给我来信 讲述了当年的一些过往 同时也告诉我在德国的其他的几位学者 像严格林老师啊 等等其他的几位学者吧 都是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 听到这个消息呢 我心里也是很激动啊 同时 我也是非常自豪的 说到23 一个小人物 这就是天安门四君子 刘晓波呢已经去世了 周舵已经很少发生了 已经处在一种归隐的状态 而且写的文章呢 基本上也都是 花前月下也是比较温和的了 高新啊 高新老师目前在美国经常研究中共的高层政治内幕 自由亚洲呢有一个液化中南海啊 据说里面的主讲人就是高新老师 另一位侯德剑 你不能说他投奔中共了吧 反正呢那个态度是比较好的啊 他后来在中国大陆是可以开演唱会的 2019年还写了一首吹捧习近平的歌曲 叫中国梦 还干过这事 第24个人物呢 叫中共的军人崔国正 6月4号凌晨4点40分 他被人打死以后交上汽油 给挂在了崇文门的过街天桥上 说到在六四的镇压中 确实有军人被民众打死 但根据中共自己 在事后他们不有一个 一系列的宣传资料吗 结果你发现他死亡的这些军人的时间 都是在6月4号 说到这位崔国正也是在6月4号凌晨4点40分 而中共军队开枪杀人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左右开始 换句话说军队在开枪杀人之前 并没有军人死亡 6月3号没有军人死亡 军队是在开枪杀人之后 军队是开枪杀人在前 说到后来可能是有军人死于民众之手 那也是民众暴力抗击在后 在6月3号10点钟之前中共自己的记录是没有军人被打死的 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而中共在屠杀之前为什么很多军人红着眼 进来因为他们在营地里接受了那种洗脑宣传 说之前已经有多少战友被北京市民给残害了 所以说那帮人眼都红着就进来 说到下一个小人物叫铁宁 现在的作协和文联的主席 中央委员 这次新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谓的副委员长 为什么说到他在六四镇压之后 铁宁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的省文联主席 当时他是河北省的文联主席 下一个人物叫富铁山 他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 他也是在六四镇压后唯一一个在电视台上公开支持中共武力镇压的宗教界人士 因此他也官运恒通 1998年担任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主席 后来在胡温时期他也当了副委员长 最后就死在了这个副委员长的任上 在他任这个所谓宗教主席期间 经常批评梵蒂冈和这个梵蒂冈的关系搞得非常的僵 这就是他 27说到央视呢刚才我们提到杜宪薛飞 这两位勇敢的主持人 另外还有一个人呢 我是有印象的 他的名字就叫赵忠祥 赵忠祥在1989年他是积极参与了这场民运 他经常呢他曾经给学生们捐款 带着单位的同事游行 抵制那个426社论 并且还当时去了广场给学生们讲话 就在4月27号那天 那天的人太多了 从西边过来的 从手缸什么的那人就没数了 当时是有中央电视台的 当时在西长安街上我就看到了他 在游行队伍里边他们也举着那个横幅 他是在中间他第1个 我当时第1次惊讶的发现他原来没啥头发 电视里的那黑发式假发 他这个 半秃了吧 那人们认出他来对他也是有很多的喝彩 结果64屠杀之后这个人的态度立刻就转变了 开始积极的拥护党中央 64之后央视内部的大审查 赵中祥也毫发无伤的过关了 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下一个人是李霜江 经过89年的一些史料的记载 6月2号的下午 刘晓波周舵 高薪侯德剑 四君子决定在天安门参与绝食 结果这些人先去了侯德剑家去会合 结果李霜江也在场 一听这四个人要去广场 李霜江强烈要求 我也去 我去参加绝食 周舵当时就劝他 说你是军人身份 弄不好是要杀头的 大伙反复劝李霜江 这才放弃 所以说到这儿呢 在这儿啊 也劝 大家呢 对这老头呢 好点 毕竟当时还有这么一口热血呢 当时在体制内这可是不容易的啊 所以说这个呢 这老头啊 还是有可爱的一面 第29个呢 咱们说说胡启力 胡启力呢 持续14年在中共内部呼吁中共的最高层 重评六四 14年啊 要求成立调查组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 这是港媒连续给他登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啊 这是外界 我们目前知道的 在中共高层党内 唯一的一个坚持这件事的人 这老爷子呢今年已经94岁了 中间几度传出病危 但是在中共党内这还算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希望他呢坚持下去 当然94了老爷子无解糊涂了啊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连续14年大声呼吁 这是不得了的 说到下一个人物呢我们就说到了赵紫阳 有人传给我一篇东西啊 叫紫阳绝唱 说到5月19号的凌晨啊 赵紫阳突然到了天安门广场 当时登上了那一架大客车 拿着那个小喇叭 当时神色凄凉的对学生们讲 我们来的太晚了 你们怎么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我们都老了 无所谓 你们还年轻啊 要保重 当时说了这段话 当然呢 那时候 凡是冷静的人 一看着赵紫阳当时说了那么一段话 当时眼就都是含着泪的 应该说啊 就知道大事 不好了 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温和派 可能是不行了 后来呢 暴通暴老啊 在接受BBC采访的时候 他也讲 就在这一天 他从广场回来以后 他就说他头晕 就请了北京医院的大夫来诊治 结果大夫说呢 这是心绪管系统出了毛病 赵紫阳呢就向中央请了假 当时是请三天假 他根本不知道当天晚上要开那个大会 他也就没有参加 后来有传言说他拒绝参加 其实根本他就不知道 从此中央就再也没有通知他开任何的会议了 他也就从此被迫 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最初说到这一点 他可是总书记啊 就这样 就啥也不是了 说到邓小平当时他们的做法可以用政变来形容的 但是后来有很多的想象了 说当时怎么就不能做到像叶利钦那样 当时叶利钦的就是 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出来了站在那坦克上 小喇叭着一喊 各国记者这一报一下就翻过来了 当时赵紫阳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 情况也不是太一样 叶利钦当时面对着当时的苏共 也不是当时中共的那个状态 而且当时在戈尔巴乔夫身后 也没有一个叫邓小平那样的过去所谓的那个强有力的元老 所以说两边的难度和情况是不是太一样的 所以说这里边呢不能拿现在 拿赵紫阳直接和叶利钦相比 这也是不公平的 说到第31个人物 湖南三勇士 1989年5月23号下午2点来自湖南刘阳的余志坚 玉东月 鲁德成 三个人用鸡蛋壳装上油墨 投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 这三个人 当即被学生抓住 扭送到了广场学生指挥部 后来有朋友回忆过当时有十几个人把这仨人就给摁那 结果广场学生指挥部经过讨论表决 学生把这三个人送交了 公安机关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这仨人是学生给扭送到公安机关的 为什么呢 后来也有人回忆 说担心这三个人是公安变异 为了镇压制造理由 这是当时他们的一种担心了 但无论如何现在重读这段历史 这是当时学运所犯的一个 巨大的错误 说到当时学生我们现在都反思 这是一个温和的呼唤改良的一次运动 这里边呢他们呼唤反关岛反特权 搞了一些示威游行 我看到的那次的场面呢学生们都手拉手 就不让市民 不让外边这些人混进学生 队伍之内 因为在外边旁边两边站着的那些市民喊什么口号的都有 但是学生们呢我们就喊这些口号 不要呢 别人喊着别赖着我们学生头上 学生一直是拉着手不要让外人混进来 他们一直想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现在呢你把这仨人交给警察 是你不认可他们的行动 但你也 没有权利把他们给出卖了吧 说到整个学运中 我亲眼所见看到了很多民主和自由的口号 包括后来的自由女神啊等等确实是有 但是大部分 因为我去的次数多整个的眼镜我是知道的 实际上很多这方面的口号 是由周围的示威群众喊出来的 学生们至少在前半部分是害怕 和这些外人 社会人进行接触的 怕受他们的牵连 所以说呢说到当时的高自连学自连并没有一个刚才说到这种 民主运动这样清晰的政治诉求 一开始都是改良反腐败 反官岛反特权这个是有了 所以说在这里边还发生过这三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下一个人物呢说到 坦克人 屠杀当天上午我们都知道那个穿白衬衣蓝长裤的青年 只身站在了北京的长安街上 在他面前 他有一唱一唱六看不到尽头的坦克 那都是准备进城来执行戒严任务的 坦克部队 说到当时的这个画面 现在已经变成了涌垂人类史册的一个瞬间 有一个说法这个人是谁呢 说这个英雄的名字叫王维林 后来看整个的过程 因为 北京饭店上包括呢也有一位当时的记者 拍下了这个过程 后来看到他是被三个人变衣给拉走了 那是普通的民众的保护他呢 还是变衣呢 当然后来有人判断说那仨人可能是变衣 这是一种说法了 说到这个英雄的结局有很多的猜测 一说呢他后来 他又回到了广场 最后在这被打死了 一说呢是他一直被秘密的关押最后被杀害了 这是一种说法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 说他在北京市民的帮助之下 当时拉他那三个人呢都是北京市民 他在北京呢就从北京走了 找了一个地方躲了三年九个月 后来一路辗转流亡到了台湾 后来竟然在台湾的故宫任职 当然台北故宫呢 后来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 予以了否认啊 否定了这个说法 这是关于王维林的这一些传 一些传言吧 香港苹果日报呢 也做过一个报道 说这个王维林 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不对的 他的本名 应该叫张卫民 他是北京石井山人 89年的时候他24岁 当时呢是抓到他给他判刑了 说他呢拿砖头砸坦克啊 包括怎么样吧 判了无期徒刑 后来减刑减到二十年 出狱以后呢啥也没有了 一无所有 后来因为赌博 再度入狱 这是另外的一个说法 他叫张卫民 这是一个说法 但不管这个人是谁 至少在那一刻 这个人的这个形象 变成了一个永垂史册的英雄 他已经永远活在了人们的心中 这在整个全人类的民主历史的发展史上 这一幕啊 永垂人类史册 说到下一个小人物 他的名字叫 肖斌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人 肖斌呢是大连的一个普通工人 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他恰巧就在北京 转天 ABC 美国的广播公司的记者就在前门那个门口那儿 那个前门楼子那儿 在北京街头向民众采访的时候 这位肖斌 看着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吧 对着镜头呢 他就绘声绘色的描述了 屠杀的场面 这里边说到 死了两万多人等等 他做了这些描述 当然中国政府呢从这个ABC的后来的采访 国际上都传遍了 他们是知道了 结果就把这段切下来 放到中央电视台作为那种典型的谣言 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播放 但你这一播放中央台都播了 那这位肖斌回到大连 就被他单位的同事给举报 6月11号被捕 后来肖斌承认电视上公开认罪 说我当时是胡说来着 公开道歉 但是还被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判了他10年 这个刑期甚至超过了一些八九民运的著名领袖 最后判了10年 肖斌还实实在在蹲了10年监狱 1999年刑满出狱 此后不愿再谈论他的经历 后来有人找到他家里 他太太接到电话说 不愿意再说了 他后来的生活也是很潦倒了 说到第34个人物叫方立之 作为当时学生的精神领袖 屠杀当日避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 当然中国政府对他是恨之入骨 连篇累读的批判的 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 但是在和美国的博弈之下 待了基本整一年吧 最后呢乘坐美国的军机 前往英国 半年以后从英国到了美国 之后呢他按照当时中美之间的承诺 美国来要人中共放他 当时是签字要一个承诺的 对中国政治从此以后方立之不致一词 再也没有讲过任何的话 2012年并是 当然可能私下里可能是讲了 但你要说公开写文章啊 在媒体上发表接受采访 那你回顾一下当年都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啊 第35个小人物他的名字叫万里 万里在六四的时候访问美国和加拿大 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公开表示美国 北京的学生运动是一场爱国行为 他给定了姓 他呢基本属于赵紫阳一派的温和派 结果回国的时候邓小平专门下命令不允许万里回北京 而是让万里的专机降落到了上海 抵达上海之后就被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软禁了起来 最后呢来回给他做工作 当时丁关根跑那去见他 反复的威胁做工作 最后他被迫支持中央多数同志的决定 万里呢在六四之后就非常非常的 低调啊基本上不出席任何公开的场所了 邓小平死后中共开十五大的时候 赵紫阳还希望万里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在十五大上 能不能为六四说几句话 但是万里呢 那时候早就不一样了 人家家族啊什么万宝宝啊那都起来了 为了自己家族的权益结果拒绝了 说到这一点田济云可比万里强 说到万里呢 有很多人评价这算是一个良知尚存 但勇气不足的人 这算是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 当然啊 我是非常了解了 桥牌打得是确实不错 因为原来我打桥牌啊有点半职业的意思 我打得花很多时间 有的时候年度一手牌 评为当年最厉害的一手牌 这里边就有万里 当时人民大会堂他经常天天打桥牌 第36个小人物他的名字叫习仲勋 六四之前呢当时体制内反对镇压的是两拨人 一拨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七个老将军 当时呢发了一个公开信 叫制戒严部队的公开信 另一部分就是当时说的这胡继伟啊 当时找了50多位啊 人联署 副委员长中彭冲和叶飞 这些人是一个代表 希望呢通过啊这个法制程序 否定李鹏的检言令 但在这两拨人当中都找不到习仲勋 公开反对六四镇压的证据 屠杀发生之后呢习仲勋以 第一副委员长的身份率领着其他十几位副委员长 高调的慰问戒严部队 当时人民日报的标题是习仲勋发表讲话 赞扬子弟兵的伟大历史功绩 杀人还杀出理来了 当时是搞了这么一个讲话的 但公平说呢习仲勋在这场六四中并没有血债 但也没有什么反对镇压的任何的证据 当然后来说到什么李锐环等等后来的所有的这一帮人啊 应该说呢在六四当中就是在邓小平之后上来的我们 知道的那些 啊 这个江 这个 这个谁呀 江时代包括后来胡时代的这些人 基本上在六四的时候 都没不可能存在反对六四的这些人 基本要么赞成 要么后来表态 要么当时是不吭声 朱镕基算是相对低调的 因为他呢拒绝了把军队派到上海 他说上海我们自己能控制我们挺好的 所以说当时朱镕基呢 后来在6月5号6月7号 是有过这些讲话的 应该说朱镕基 在这方面呢 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态度吧 最后说说当时在这场大潮中 那后来大家熟悉的 比较靠近的台面上的中共高层诸人 当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 说说李克强 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兼全国清联的副主席 有人看到他也拍到过这些照片 他当时跟着一群官员到了广场试图劝说学生能不能停止绝食回到课堂去 他专门跟北大的很多人做了一些座谈 后来有很多人是对他有印象 李克强呢作为一个团中央负责高校口的干部 他是经历过几次学潮处理过这方面的事 基本上呢就是劝说啊 说到什么政治迫害 当时是说不上了 李克强当时只是一个小角色给人的印象并不深 就是来劝做工作 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官僚而已了 王沪宁 王沪宁当时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主任兼教授 89年的时候王沪宁曾经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 64以后还躲到法国待了三个月 他并没有公开 什么支持学运的这方面的表态 89年4月的时候当那个 这个全国的学运已经开始蔓延的时候呢 王沪宁从上海的示威活动保持了距离 当时复旦的校园也有绝食演讲游行等等的吧 当时参加有很多的教职员工啊 都找到教授要求签名要求怎么怎么样联署 找王沪宁签名的时候他不肯 相反王沪宁在一个反对抗议的文件上是签了字的 六四事件之后呢 这个江泽民召集一帮上海的学者开会 包括他解释对那个世界经济导报为什么这么做 结果大多数与会者都反对打压这个经济导报 王沪宁是其中几个很少的公开支持者之一 因为这个他的表现得到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支持 被他们所瞩目从此就攀上了这个高枝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尽管身在象牙塔学校里的王沪宁 对当时的中国政局对共产党的认知 比其他的那些教授好像是略高一筹 还是比较准确的 先是保持距离观察然后最后一举把宝压下去 一举种地取得了成功 这算是个人物 说说习近平 他当时干嘛呢 当时温州学生串联 准备经过他当时在那管事的宁德进入福建 这时候宁德的负责人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当时就一句话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将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我们都知道他一定会说这样的话 但当时这家伙也留了退路 当时他只是缩小打击面 扩大教育面 不要搞人人过关 不要造成人人自危 当时呢他在宁德四处设卡子来阻截这些学生 把学生在车上写的那些标语都给你冲洗掉 想方设法劝学生们回去 说到这些做法 在当时也就是一个 谨小慎微的一个小官僚的普通做法 没什么出奇 他也没干什么恶事 他也没干啥好事 当然呢在六四之后啊 这个邓小平他们发现了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好 红二代突然吃香了 结果习近平从那以后啊 1990年 他就升任从宁德啊升任到了福州市当市委书记 就当了市人大委员会的主任啊等等的吧 像其他那几个人前一阵什么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这些人呢 以及现在什么蔡奇啊李强所有这些人 在当时的学运中 可以说是默默无闻 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说到这些 平民出身的技术官僚基本就是不参与不表现啊躲得远远的基本就这种吧 因为毕竟是技术官僚8964之后他们也都得到了晋升 今天呢给大家讲了这30多个人物30多段故事 也算是我们纪念六四的一个特殊的角度吧 历史是由人组成的 所以说给大家讲所有这些人的故事 我们也是从多个层面角度来讲述这段历史 每次说到六四的时候都是百感交集 当年激动的那一幕幕又再次回到眼前 但今天呢时间有限 我们不能再多说 现在很多人呢都以结果论来 评价当年的这场运动 说到当时不镇压不开枪 那哪来的后来的二次改革开放啊 后来的中国经济腾飞等等的哪来的后边这段故事 说到这一点呢我不愿意和这些人多废话 我只回应一句 那既然当年的六四是正义的一方 如此的理直气壮 气语轩然 那现在又何必遮遮掩掩 如临大敌呢 既然你们这么理直气壮 伪光正 那为什么不把天安门广场 干脆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 每年的这个时候 好好的给全国人民讲讲 那一天发生了什么 你们当年的那些英雄事迹 为什么不这么做 你不是露脸吗 不是理直气壮吗 我强烈建议把天安门 当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你们会这么做吗 当然最后呢我想对墙内的朋友说几句话 变观古今中外 自由 从来都是拼命争取来的 如果大家都不敢争取 都等着别人赐予 等着美国人 等着所谓的海外民运 等着中共内部 哪位大爷发了善心 等待人家内部斗争 赐予你一个自由 那是不可能的 连六四这样的事都回避 都选择性的遗忘 那这些人们你们 凭什么拥有自由 人们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 特别是孩子们 难道我们的孩子们 他不应该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 呼吸自由的空气吗 说到六四和六一 只差三天 我们现在能够跟这些孩子们保证 他们将来不会再有这样 血性而恐怖的一夜 不会因为用不同的方式来爱自己的国家 而被屠杀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 炎黄子孙每到这个时刻 都必须面对 必须回答的问题 最后呢 也向那些六四的死难者们 也告慰这些人 人们没有遗忘你们 你们永垂不朽 我们会继续努力 最终我们会实现 我们大家共同的理想 以上的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节目 然后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说法 连文鱼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在那里经历过那一段黑暗时光 和看到过血雨腥风的人们 这是永不会忘记的 我相信呢 既然我们经历过 我们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 讲给我们的后人们听 过去有一句话叫 新火相传 说到呢 这个所谓的新火 就是我们的语言 就是我们讲述当年的经历 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这件事 这是我们的 责任 Linda 谢谢您的支持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缅怀 缅怀89抗争的 诸位先烈们 感恩香港人的轻力救助 TikTok 89年北京的治安 出奇的好 大家彼此都客客气气的 当时的感觉可好了 当年的北京市民 给广场上的大学生送饭送水 送烟送钱 特别特别的可爱可敬 我认为世界欠他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威尔逊 爱德华兹 谢谢您的支持 Poken 谢谢您 李斯 我念不好了 89民运 实际就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运动 各大城市都有大量的群众 您说的对 但是呢 在北京 应该这是全世界共同瞩目的一个舞台 这个呢 是整个这场运动的中心 Sam 谢谢您的支持 Tony 不用点赞 说那一年的我正上大学 也不懂什么是政治 只是抗议静坐 感谢那个年代那些勇敢的人们 我当时去过几次 后来每次都在纪念碑下 听很多人上去演讲 当时有很多人站在纪念碑上 大声的给大家做那种演讲 真的很棒 我不知道这些人现在在做些什么 我认为他们这些人如果他们来做YouTube做一个自媒体的话 那些人太精彩了 那些演讲应该说也是对我思想的一个启蒙 说白了在那之前在大学或者什么的我也跟这事我也就是个瞎混 但是就从那听到那些人那些热血沸腾的话 应该说对我也是一个思想启蒙了 你有谢谢您的支持 两岸三地的艺人大多都会 为钱而舔舔 舔共 清流只是百里挑一 是可悲的 当年还曾经有过那一幕 郑气哥 谢谢您的支持 没问题 做这期节目的每年我都会花时间 和我们一块 节目做的水平不一定高了 但大家呢我们一块来纪念当年的那一幕 周东升 说谢谢大康为 北京人说了句公道话 我经历了当时的情况 北京人还会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起到伟大的作用 没错 新加坡的鲁大哥 谢谢您 每年的今天都会响起426社论 新潮澎湃一下就跌入到了心神不定 是啊 说到当年的那一幕幕啊 所以说确实是令人百感 焦急 我看看时间吧 那好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 每年的这一天呢 我都会和大家 我们一块来交流 跟大家来聊天 希望明年呢 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角度和思考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补充 我们这个小人物在这场洪流中沉浮的瞬间 让他变得更丰富更精彩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做大家做到这 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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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